大家好,我是游子 看看我感恩节做了些什么菜 这是花园里摘的辣椒 我把它晒了几天以后 把它全部打碎了 这样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 打碎了以后我就放到 一个罐子里 这里边有二金条跟螺丝椒 螺丝椒不太辣 那个二金条是特别的辣 所以做什么菜你要放的话 尽量少放一点 我一边在这边做这个辣椒末 一边Sam说哎哟好辣 我说对,你要是要做什么菜的话 千万不要放很多 放一小勺就可以了 他不想吃火鸡 所以我拿了一块牛肉 这个是Costco买的 已经搅拌好的牛肉 我买回来以后把它分成好几份 因为它的量特别的大 然后我把洋葱也放在机器里面搅 然后放了盐跟胡椒粉 再放了那么一勺辣椒 把它完全搅拌了 Sam是很喜欢吃 肉丸子的 但是他在外面买的肉丸子 他都说不好吃 他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知道那些肉丸子里面都加了好多东西 几乎吃不出什么肉的味道 所以我一直跟他说你要吃肉丸子我就帮你做 可以做鸡肉猪肉或者是牛肉 他最喜欢吃的其实是鸡肉 你拿鸡胸脯来自己把它做成肉馍 或者就直接拿肉馍也可以的 因为这是牛肉嘛 所以我就用铁锅把它烧得很烫很烫 磨了一点点的油 然后放上去 火不要开得太大 因为Sam是一看到一点点焦 他就要说我不要吃了 这个焦了 其实是我说稍微焦一点 就有味道嘛 香嘛 他不懂的 他说我不要吃有焦的 所以呢 我就把它盖上盖 这样焖 焖熟这个肉丸 然后我自己呢 又煎了一块牛排 那块牛排啊 其实只有一块牛排 但我不喜欢吃那个厚的 我把它就切成薄片 然后先放铁锅里煎 也是放一点油 胡椒粉 然后我切了一个洋葱 放在里面 把它两边全部煎黄以后 再把洋葱放下去 记得放了洋葱 就不要火 就不要开那么大 要不洋葱会焦的 然后我会放 我买的那个黑胡椒 黑胡椒酱 倒一点黑胡椒酱 让它搅拌匀了 哎呀 我跟你说 这跟外面买的黑胡椒牛排 一模一样 我其实有三年没有出去吃饭了 我就是很怕外面吃的东西 很怕人多的地方 因为我的身体不是抵抗力很好的 所以我不敢外面吃 尽量都是自己家里边吃 家里边自己做的就比较放心吧 中午买的那个猪肉 乳猪 那个肉很不新鲜 我把它扔了 所以我晚上自己做了牛排 你看 这看上去就好吃 然后我冰箱里拿了一些番茄 去皮以后 这是冰冻的番茄 去皮以后我就放在油里面炸 尽量想把这个汁给炸出来 我是准备炒鸡蛋 其实这个炒鸡蛋呢 不是炒得很厚的那种鸡蛋 我是希望有点汤水的 我虽然没有放水 但是这个番茄里面它出来好多水 就变成番茄汁了 然后你再把鸡蛋放下去 记得鸡蛋里面一定要放一点点盐 一点点黄酒 这样这个鸡蛋才香 不会很香 然后放下去鸡蛋以后 不要去动它 让它稍微凝固一下 凝固了差不多这样 然后再翻一下 就是不要炒 就稍微翻一翻 翻一翻这样 我用的还是那个不粘锅 看来这个不粘锅 好像每天都用得到 铁锅是炒菜比较好吃 或者是做菜饭很好吃 像这种煎鸡蛋 时间久了还是不行 吃鸡蛋这样炒了以后 比较嫩 那个时候我就准备装盘了 因为我喜欢吃比较嫩的鸡蛋 这样你拌在面里边 或者是拌在饭里边 就特别的入味 好了 现在就可以装盘了 接着我要炒 韭菜炒鸭血 韭菜我花园里摘的 把韭菜头跟韭菜叶子 分开切好 然后准备一些平菇 然后准备了两盒鸭血 还有虾米 虾米我在黄酒里面泡着 还有香菇 炒鸡蛋的锅我都没洗 加了一点油 然后先把虾米 切断的平菇 切断的韭菜头 放下去先煸炒 把它们炒香 然后又加了香菇 放在一起炒 炒的时候我加了一点盐 先让它们入味 因为这个血很不容易入味 因为这个血很不容易入味 这些配菜吧 应该说是让它们先入味了以后 再跟血一起炒呢 这样它的味道就会沾在那个血的上面 翻炒后盖上盖 让它焖一会儿 也是希望这些菜能完全入味 然后加入切断的韭菜叶子 为什么要韭菜叶子后面炒呢 是因为不想要这个韭菜颜色变黄 因为多煮了以后它会变黄嘛 这样它的颜色就比较清澈 虽然是一道很简单的菜 但是没有这些部位 没有这些配料的话 这个菜就不好吃了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 现在可以加血了 加入血以后 几乎就是快要装盘了 但是在这之前我还是想 盖上盖 用蒸汽 把这个血啊 再消毒一下 好了 现在就已经装盘了 怎么样 看上去还不错吧 味道很好的 你可以试试看哦 除了韭菜 你还可以加你自己喜欢的配料 也可以加点辣椒 可以加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作料 接着拿两个土豆 我去皮以后 把它刨成丝 今天想给Sam换一个胃口来吃土豆 其实这个土豆丝吧 你去好多美国店里边 它都有 有吃早餐的时候 它也有这个土豆丝 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 它也会给你一些土豆泥 或者土豆丝 你可以这样做给你的孩子当早饭吃 很好吃的 就是刨丝以后放一点油锅里边 然后放下土豆丝 然后放上盐跟胡椒粉 把它们少为混合搅拌一下 这样味道就都在那土豆丝里了 Sam因为不喜欢吃胶的 所以我搅拌以后我就盖上盖 让它焖熟 应该是要把它煎熟 我是比较喜欢吃两面焦焦的 焦黄这种 但他不喜欢 焖了以后把它稍微翻一个面 再让它焖另外一个面 有一点焦黄的 他说行了行了已经熟了 好 那我就按照他的意愿咯 给它盛了三个肉丸 然后再给它盛了一点土豆丝 这就是他Sense Giving的晚饭 这是Sam的好朋友 四十多年的好朋友 他叫Steven 他做石油的家里非常非常的富有 Sam跟他是在好莱坞大道上 一个咖啡馆里面认识的 那个时候两个人都很年轻 都没有结婚 非常非常的穷 Sam说只要有一块钱的汉堡包 他们俩都会奔着去买 他已经过世了 这是他的爱人 Mary Mary Mary结婚前是一个护士 后来生了三个孩子以后 老公又开始做石油 赚了好多钱 他就待在家里管孩子 然后帮助他老公算账 是一个非常好的前嫌妻良母 这是琳达和Steven 这两个人都已经离开我们了 这是琳达的老公 她老公是琳达的aging 她老公是好莱坞专门拍广告的 然后琳达是好莱坞的广告演员和电影演员 琳达比她小22岁 她走的时候只有56岁 然后她老公跟Sam差不多岁数 但是因为她深入妨碍 过世了 然后Steven因为也是年岁大了 前几年也走了 我们这三户人家经常过节 都在聚在一起 Steven经常会给我们烤肉啊 烧火鸡啊 反正有好多美好的时光 自从这两位走了以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来往 因为会勾结 太多的往事 看到这张照片 我就想起来 这是琳达 那天拿了她跟她女儿拍的照片 给我们大家看 开心得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是她在中学的时候 跟她同班的一个同学发生了关系 然后怀上了这个女儿 但是因为她那时候太小了 她妈妈就跟她说 她把孩子已经送给别人了 她当时也不太懂 反正一直到她50多岁 她才找到了她的亲生女儿 她跟她老公没有孩子 所以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她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 那天喝了好多酒 真的 没想到 她还没有过上女儿 女儿孝顺她的日子 她就走了 所以人活着 要好好地过自己的每一天 不要把自己的 无声的压力压在自己身上 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 再看到 这波小孩的照片 我想起了那是那年 我在上海 也是Sansgiving 这是Sam在上海 教英语的一些学生 我邀请他们来我家 过Sansgiving 我做了好多西餐 他们都说好好吃哦 你看Sam笑得多开心啊 那女孩Sam认她做干女儿 她很乖 现在已经结婚了 都有孩子了 但愿这些孩子们 都过上幸福的日子 Sam是认识上海市敏航区 专桥镇的镇长 这些孩子就是 专桥中学的学生 Sam是应邀 免费去教他们英语的 当Sam在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开心地向小孩 他说 哎呀 我真想再回中国去 跟这些孩子们聚聚 估计他们现在 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你们的Sam大叔 之前的胡子和黑的 现在已经都是花白了 他说在他有生之年 最后还想去一次上海 他很想念你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的关注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